坐标北美 放眼全球 以金融为窗 我们将用不一样的视角 为您解读您关心的大小事 欢迎来到北美金视角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北美金视角 我是主持人Annie 本期金视角会谈的话题 关于传统能源及新能源市场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有过传统能源 和光伏新能源行业投融资经历 现在在电力公司工作的黑李吴 在场的还有金视角观察团成员 Branda和Elaine 那么我们首先让黑李简单的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呢是MIT Master Finance毕业 然后毕业之后就去银行 然后做传统能源的项目融资 2015年呢搬来加州 就接触到新能源行业 到2019年就是在做 跟太阳能有关的项目融资 那么去年呢 我是进了Centula Clean Energy 主要是给当地提供电力的 黑李我们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传统能源和新能源 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传统能源指的已经大规模生产 被广泛利用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煤炭啊石油啊天然气啊 除了这些能源之外呢 就是一些新能源 那像太阳能啊风能啊生物能啊 这些都是新能源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 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 传统能源是不可再生的 对环境会有一定的污染 那新能源的话呢 就是它们是可再生的能源 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会比较小 甚至说是没有任何污染 好的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传统能源 目前来说 您觉得传统能源的市场 供需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尤其是在新能源 它渐渐打开市场之后 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吗 其实现在传统能源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拿那个电力来说的话 那我们市场上 现在还是有将近40%都是天然气发电站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煤炭发电站 然后就是新能源发电站 其实比例相对还是较小 那新能源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瓶颈 就是储能的问题 新能源的特征就是 比如说太阳能发电站 那有太阳的时候它就发电 那它没有太阳的时候 它就不会发电 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太阳能发电站就不能够产生电 那这段时间怎么产生电呢 就需要一些传统能源 比如说天然气发电站 这个时候它就需要把电给供应上去 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储能的技术吧 大家都在想办法说 怎么能够把这些新能源产生出来的电 然后又没有用掉的 然后把它储备起来 等大家需要用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输送到电网上供大家使用 那您刚才提到了那个新能源和传统能源 它们发电站和储能方面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商业模型和收费标准上 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吗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像我们我现在在的一家公司 就是电力公司嘛 然后我们对客户的收费都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你什么时段 然后我收多少钱 就是什么时段收多少钱 但是对我们电力公司的成本上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我们出去签购电协议的话 就是说新能源 我们是找那个太阳能啊 风能啊 那它们的价格都不一样 天然气发电站 发电的价格呀 都是不一样的 对消费者来讲 没有很大的区别 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在成本上会有区别 当然会有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吧 比如说现在加州政府 特别看重环境污染的问题 那可能就是比较强力推这个新能源 那我们公司呢 其实也有到2025年 就是100%新能源的目标吧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买电的时候 也会购买更多的新能源 我们的成本上去了的话 可能会对消费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提高一些电价 但是我们公司的话 它其实是非引力组织的 就是我们还是竭尽的权利 就是说在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就是对消费者的一个电价 还有就是我们控制自己的成本 并且达到清洁能源的这个目标吧 谢谢黑的分享 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而言 100%的新能源 它会影响电费的增长幅度 大概有多少呢 其实这个新能源的技术 也在不断地发展 你去看过去10年 就是太阳能发电的成本 它降低了将近90% 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地革新 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我们公司是专门有一个团队 是做cost reduction 就是大家都在竭尽全力 去减少这个成本 所以我觉得未来新能源的成本 就是未来的方向 应该是不断地降低的 您刚才提到了 新能源行业的储能 它是目前的 在一个发展的瓶颈阶段吗 那关于传统能源行业来说 发展的瓶颈有哪些呢 传统能源行业 我觉得一个是政策吧 现在全球都对环境污染特别的重视 拜登上台了之后 我觉得也会力推新能源吧 也要看他们的成本吧 其实传统能源的话 它就涉及到一个 commodity price 比如说天然气发电站 那它是跟每天的天然气的价格 都是有关的 也要看新能源 也在不断地降低成本吧 所以就是有一个 commodity price的影响 包括他们的竞争对手 新能源的成本降低的影响 还有就是一个政策的影响吧 那您刚才也有提到说 市场供需和政策这两者 对于能源行业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在你的经验里 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影响 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都有 我觉得两个方面都会对它有影响 没有哪个偏大或者说哪个偏小 刚才聊了很多关于传统能源的内容 我们也谢谢黑的分享 那现在想跟您探讨一下新能源行业 那我们知道光复行业 是新能源行业板块中比较早为大家所熟知的 而作为产业链最下游的电站 也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中最为赚钱的那么一个环节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分享一下 一个电站它从开始建站到运营的整个过程吗 建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的话 就是有一些前期的工作 大部分是一些工程师啊 他会去比如说选地啊 然后看一下那块地方的日照的条件呀 然后看一下周边一些电网的条件呀 然后会做一些初步的设计 我应该怎么放太阳能电池 然后计算一下大概能产生多少的发电量 然后这是初期的阶段吧 然后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之后呢 就会有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 叫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他们呢就主要是去找购电方 然后去签购电协议 就是说我们准备建一个电站 然后能生产这么多的电 然后看看有没有购电方 然后能够签一个长期的购电协议 大部分我做过的项目都是长期的 比如说20年到30年的购电协议 当然也会有一些短期的15年呀 甚至更短的 然后当这个购电协议签好了之后呢 就会到我们的手里 就是我们是做项目融资的 然后主要就是说去找投资人啊 去找银行 就是拿到资金 然后去开始建这个电站 这是我之前就是主要的工作 那当我们跟投资人啊 和银行都联系好了之后呢 项目的建设 建设完了之后就是验收啊 兵网啊 然后就是发电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 那说到传统能源 您之前也提过您在银行的时候 做过相关的这个融资项目 能不能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当时的情况和工作的内容呢 我之前在银行的工作 其实是做那个天然气发电站 然后还有就是天然气的pipeline 还有就是液化天然气 这种项目多一点 我主要就是做项目融资 然后会有在开发一个大型项目的时候 那他们就会就是developer 开发商 然后他就会去找银行啊 投资人啊 去拿钱 然后他们才会开发这个项目 主要就是去evaluate 这个项目是不是值得银行贷款 就是给他们去做 那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硬性指标 来帮助我们评估不同项目之间的好坏吗 会有很多个方面吧 然后会看技术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 然后呢也会看他们的现金流是不是稳定 因为不同的项目 他也有不同的现金流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收益率吧 那我想要问一下 这些购电方一般都是什么公司或者组织呢 会有一些电力公司 像我现在工作的公司 我们也是会到市场上去添购电协议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用电量比较大的公司 比如说像加州的话 科技公司像Facebook啊Google啊 然后他们也都会自己去签一些购电协议的 那对于购电方而言 他们又是如何在这么多的电厂中做出选择了呢 看需求 然后看电价 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会知道我们大概的需要的电量是多少 那我们就看这个项目预测出来的发电的数量 是不是跟我们需要的电是相符的 也要看不同的发电厂他们提供的一些电价 还有呢就是看他们的地点 就是离我们有多远啊 就是也会是一个影响的因素 您刚才有提到说能源行业 它的主要被影响因素是市场供需还有政策 那购电方他们在选择电厂的时候 会不会考虑到说自己找到电厂 有没有政府的支持和背书呢 不会 政府的政策是对新能源的政策 像在美国的话太阳能发电站的话 政府有税收的补助 他们叫做investment tax credit 就是一个税务上的补贴 今年的话会有26%的补贴 那每一年是递减的 它这个补贴是根据 你的能够拿到补贴的那一部分的 投资的成本来算的 比如说我今年就是花了1万块钱 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然后呢我的整体的收入呀 等等各个方面 我欠联邦政府 比如说5000块钱 然后这个税收的抵减呢 就是1万块钱 我付出去装太阳能电池板的钱 乘以26% 就是2600块钱 然后我等于说 可以拿到2600块钱的税收的减免 我今年如果只用给联邦政府 交税5000块钱 我再加上2600块钱税收的减免 其实就是我只用给联邦政府 交税2400块钱 对然后它是直接扣除的 就是它不是说我把5000块钱交了 然后之后它再把2600块钱还给我 是我在每一年报税的时候 这个钱就直接从我的税单上面扣除 我只要给联邦政府2400块钱 然后太阳能发电站 它所有的项目 凡是符合条件的 它都会拿到这个税收的一个界面 之前您提到的这个政策补助啊 是针对消费者的 还是针对机构的呢 电站这里会不会受到额外的补助呢 我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呢 是个人的 就是你个人在家里装了 你拿到了税收的补助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建大型的发电站 那那个拿到税收补助的就是投资人 那投资者可以拿到多少钱补助呢 今年就是26% 26%会有一些条款 它会有告诉你有哪一些成本 你是可以拿到这个26%的补助的 不是说我花了100万去投了一个电站 我这100万都能拿到26%的税收补助 它是要去看具体的有一些税务上面的条款 就是有一些成本 然后是可以有税收补助 有一些成本是没有的 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 它就是有的 但是有一些另外其他建造当中的成本 它可能就是没有的 感谢黑莉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关于新能源行业的知识 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讨论 关于太阳能行业投资方式 回报率和项目考察的内容 谢谢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收听 我是主持人安妮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刚才的节目带给您一丝豁然开朗 请在播放平台上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您点赞 评论 转发 一键三连 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视角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